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孝 母孝所以我就得捍卫我去什么角他是北大的毕业生他是北大你是七七届中文系七七级的当年北大一只花是吧你们先开始让我就觉得先理亏是吧先让我这个不敢说话了然后咱们我跟你说现在北大的花是都不讲花现在北大讲南你知道吗就叫这个有那个 裸南的那个雕像徐老师每次去北大当过一阵讲课老师吗每次都从那儿行礼是吗对不对我经过过我给大家看看啊先是这个他原来呢跟这个像啊老是在一起的这是老子老子原来两两相对的呢是一个这个雕塑 看立巴山西气概式啊就是他那个造型变形挺着肚子是啊那个那个生殖器很明显就是哎哎哎哎哎很明显说最近把他们错开了啊原来是相对 生殖器和肚子挫开了把老子和生殖器挫不是把老子和这个伟男给给给挫开了啊但是徐老师说这当年是北大一景啊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所以呢当年我们当年是没这个就是最近就前一次他在光华管理学院门口啊就是这么 他竖了两个雕像啊那主要是就是老子的那个呢算是写实的吧其实我们谁也没见过老子对不对就算是那那个是一个 呃算是后现代风格的这么一个雕像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被搬走了其实呢虽然走过的时候看的有点突兀但是 艺术品嘛你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你不大能理解的雕塑对不对那这个所以我特别关心了这个事情在网上报道以后的网网友的反应嗯那他有几条选择 的嘛有的说是实在这个不不有碍观瞻啊应该搬走啊有的说是这个对着老子不合适啊嗯但是呃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 艺术品嘛这根本不不相干就应该宽容嘛应该就是没有没问题百分之六十几的人是赞成这个没问题哦就是大大大多数还是比较就是大多大多数的这个这个 这个人觉得这个多此一句你把把这个猛男现在对着一个墙角落里那个对着这个 这个墙这个好像在做是在什么我突然想起在光华管理学院啊我看很难看的一个男的啊对对对他所以我就没印象他不他他不是一个写实的他不是给你好看的所以呢他这但难看没有难看到艺术品的层次哦还没难看到有些这是扎老师的审美了这所以呢他要放一块所以现在到角落里去了啊放一块的话不三不四的一个男的放的放一块儿 你说不三不四跟老子放一块就是老子英雄而好汉而好汉我跟北大最近也有一连从他发生的事儿老子英雄而好汉教授风流女儿怨 哈哈哈女儿怨哪女儿恨哪你知道吧教授北大教授当然被开开除了北大还是很很很厉害开除了是开除了吧我问谁呢这个事儿你笑话你不知道吧又来了就是打算不让我说话今天是吧不是我我只听说了说是一个北大教授男教授和一个就是像他女儿那么大年岁的一个女学生啊 对对对对啊北北大发生关系经校方调查近日北大教授指控情人敲诈30万报道东涉及的报案人缺席该校教师该教师目前已被停止教师工作解除教师职务这个教授事情奇怪奇怪徐老师感到特别激动徐老师因为上我记得上次在上次在香港我们我们本来在聊这个事儿我就提到我最近有个北大教授 乔老师说哎呀这个事情要专门讲一集是你说的吗真是现在大事因为大事因为你看好歹我也是教授没错他看了你想干但是不敢干的事我也做了我也做了北大的兼职教授前两年所以这个事情你看这个这个我当然要特别关心吧自己网上贴然后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我马上自己去检查找我有没有高中的女朋友 发现高中的女朋友是没有初中都有啊你在北大的时候不是我在北大我也初中的时候哦你也都会转移也做一个那充其量算早恋的问题啊北大的这个是算什么恋呢但是但是这个事情是我不知道校方做出这个决定我们也不知道名字整个事情它是一个一个化名报道 但是校方这么快地做出这个决定想来是跟网上的强烈的反应有关因为网上我看了一下几乎大部分都是 就是很少人来批评这个女孩恐吓说什么要伤害她家人啊什么大部分都是批评那个教授对不对上去什么有的说是涉嫌右肩啊有的是总之等等大部分批评那这个事情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它关键错在什么地方呢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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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我我我这样想想是因为北大教授跟一个高中生的情人关系错呢还是说他们这个关系当中是变成了一种交易错呢还是说他最后涉嫌要恐吓要武力伤害错呢就是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所以学老师一向主张啊这个事情要分清楚对对我也很同意我也很同意哈就你说的这三点我觉得肯定不是第一项就说不是因为他跟高中生因为至少他是他不是未成年女子吗他就我看只看一个简单的报道他是20岁那他是成人如果是两个人自己同意的两个人有一个你不管是夜情还是什么外遇也好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或者是最最多是他他们夫妻两人要要面对的事情对吧 可是第二项是你说的交易关系我还要说其实是权利关系因为交易你也很难分清楚有的时候很多你说到婚姻说到感情里边是不是也没有交易的成分可能都有啊有感情有交易可是他是权利的关系是因为他承诺了替这个你你跟我好我承诺帮你上大学不知道上不上北大结果这女孩就冲着这一点或者至少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然后之后他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就他女孩因为跟他好发生关系是在他承诺了以后就是在当中因为那我们不知道具体这个有有质的区别对有质的区别假如说他们已经是情人了对那那个男的说OK你还没读大学那希望你考大学我尽量帮忙是跟我答应帮你弄上大学 你跟我上床这是有本质性区别的两个事情当然当然但是他们两个关系有两年的关系对他在当中肯定不是说咱俩不好了他才承诺是在当中是不是第一页我觉得这不是很重要对吧关键是他承诺了以后这女孩有两年专门到到北京来看他两个人在一起然后还有此还什么错过了高考什么等等到最后从答应到最后说我不行还是帮不了你然后女孩就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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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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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个事情谁能说得清楚 但是学校的领导就应该说得清楚 我相信这个事情还有网民 不是领导他们两个人都承认了 而且网民如果你关心这个事情 你也要必须分清楚 因为这里边如果这个人是他北大的学生 他说OK你做我的情人 我帮你考上研究生 这个是教授利用他北大教授的职权 可是现在他这个人不是他学校的学生 他是一个云南的什么地方的一个高中生 立江的什么 对不对他只是说帮他考大学 他有没有动用他北大 他自己的学术资源跟权利 这当然是他的一个资源了 就是我们讲这个叫什么象征资源也好 叫什么symbolic capital 这怎么说 就是说这个女孩觉得 他这么一个能人比我高这么多 他是北大的教授 他说话一定会算话的 而且他一定有很多资源 他说能帮我上就能上 而且这个报道也不是很清楚 有的说他承诺他帮他上北大 甚至他说你不要关没关系 高考分低一些 我可以托人想办法 你就可以进到北大 哇那是梦想成真呢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马上这个荷尔蒙封闭 我相信都不一都不一样的 你知道他觉得他帮他实现梦想啊 女的真能因这个生生出感情来 我觉得男女都一样 就是男的 不不你一个女老板 你不能说你就代表你 你说你给我掌公司 嘿我荷尔蒙取来 哎呦我给你几个就同样的一个 你们给我发的这 我就看了一个报道 下边跟着链接就是一个相反的例子 就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打工的 这么一个男青年 就爱上了一个这个女教授 女教授就是我不知道哪个 没有北大这么大的名牌呢 还就是40多岁一个女教授 然后他就跟这女教授就发生了关系 然后最后他图的什么 这打工仔倒是实话 他图的是他钱 他把人车开跑了 把女教授开 女教授一看 又他怎么出去买东西 说买点东西怎么不回来了 赶快报警 就男的一样的 你知道他图的什么呢 图的钱 这女的呢比较就是比较虚化 而且或者说他真的是想 开始他想图上伟大来着 没图成他才要钱 你明白吗 不要觉得男女在这上面不一样 没有那么不一样 不一样 对是人和人都不一样 没错 这个是 但是男的和女的在这种 面对一个金钱和权利和地位的时候 和性的这种交错的关系 我认为其实非常类似 我可以保证 就是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过这种体验 就是说如果我不喜欢这个女的 对他给我一个国家 我也不会对他有幸运 门槽我跟你说 那么你说 这一点上咱们是同类 但是你是男的我是女的 我也是你给我一个国家 这个男的也不要 我先要看给我一个国家 给我一个神我都要 这是技术上讲 这就是你就不是 技术上 技术上讲 女的可以 远去受辱 但是女的可以 男的我觉得技术上 很很很很难的 什么 你的意思是起不来呀 什么意思吗 会的会的 对 他他他他可以的 他可以有方法的 谢谢家老师鼓励 谢谢家老师鼓励 可以努力强行三叶行广告之后见 扎老师这么样的鞭策我 我以后一定不用扬鞭自分题 你准备去投靠女富婆 或者女国王 或者什么女总统是吗 这可以 你不行 我先把话搁这吧 又把我给否了 我说的刚才你没听清楚 我说的是面对权利 金钱和性的时候 有人和人的区别 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我这当然说的可能有点极端了 因为我们把好多社会性 加在男人和女人上 选择上的这种 您的意思就是我做不到 但有的男人能做到 对我也做不到 面对女的 你不要拿别的女的来跟我说事 我就是我对吧 你不要老说 这个女的能做到 所有女的都能做到 但只是因为小赵的意思 只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通常男的掌握权力 掌握金钱比较多 所以的女人 就是为了金钱跟权力 屈服 以牺牲的比较多 它会 最多的发生在女性的身上 比较普遍的 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看看 当年跟北大教授碰见年方二八的 不是年方二十的小花 但是画名 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 丽江的这么一个纳西族 北大教授还触犯了民族政策 这可是少数民族 最佳一等 这算破坏军婚吗 没什么关系 不然 纳西族的女孩 但这条新闻之所以引人关心 主要是因为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北大教授 这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是高中生 其实这个高中生呢 他其实后来你看具体的报道 他已经二十岁了 其实他应该是读大学的年龄了 对不对 他只是没考上 如果准确的报道的话呢 如果这个标题变成一个 大学教授与大学生开房 这条东西的关注率就会低很多 但是性质一样的 对性质一样 但是在网络上的受关注率 我愿意相信你刚才的分析 北大做这样的处理 是因为考虑了这个教授 滥用他的学术职权 而不是仅仅基于一个教授 跟一个年轻的高中生或大学生 发生恋情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的愤怒 是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面 很多人下面的基本的愤怒 就是说基本上是觉得 你是一个北大的教授 你跟一个高中生在一起 这个本身就构成了个巨大的错 没有没有 这咱们刚才已经讲清楚了 那是你一二三里边的一页 这没有什么错 这个我不知道有错吗 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有错的 但是我就想起一件事情 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有一个北大还不是教授 北大讲师跟一个北师大的 也是二十来岁的女生 她们也开房 她不仅开房 她还花了钱给她包了一个房 这个北大讲师自己有老婆 有母亲住在一起 但是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候 就这件事情本身 并没有受到社会指责 那个时候是多多年前你刚才说 我跟你说 这是周术人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北大的还嫖娼 你知道吗 嫖娼要把他赶出去 胡适还为他说情 说要保护人才 嫖一下吧 但是这个 不是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我跟你说 这个让我觉得特别有想象力的部分 我觉得这像是一个电影拍什么 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 对我最大的一个假想 就是你们知识分子 我一下子就想到这个知识分子 比较适合徐子东来演 你知道吗 戴着眼镜 当然是我假想 你想想看 你知道有个词叫禁鸾 对我知道 我能玩红的鸾是吗 就是比如说把一个小女孩 自己能控制 这我的禁鸾 你知道北大教授 按照报道当中 小丽的供述说 在丽江玩的时候 碰上的 一听这个小女孩的 是纳西族的 然后当晚北大教授 两个人相谈甚欢 开了房 但并没有发生关系 而且还给这个小女孩200块钱 买了个旧手机 这个小女孩欢天喜地 因为家里也比较穷 然后就联系上了 然后一个月以后 这个教授让他来北京 同时还记 你看一个知识分子想的 那个戏 我都能想得出来 他怎么安排的 你知道吗 记3000块钱 3000块钱 你来北京 来了 对 来了以后 住在他家 因为他家那个礼拜 他老婆孩子不在 你瞧 这只有我跟你说 知识分子 他会这样 心思做得这么细 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琢磨 而且这有什么细的 那总不见得回来 老婆撞到 这有什么叫细的 不是不是 我就好简单的问题 我就老是想起这个许老师 对 我只是说的许老师 戴这个眼镜 可能平常也不大敢玩 你知道吗 平常也不敢真的怎么着 但是做个事 就想一千件事 哎呦 我就能够 我当然我说的不是这位 这位也许高大威猛 这这不管 我说的是 让我一下子想起 可以拍个电影 就是这种 这种有点焦虑感 有点神经质的 知识分子的形象 哎你说 这里边他跟一般的这种 一个老大老粗的生意人 嫖妓 或者他们不太一样 有一种腻 你知道在里面 而且你知道吗 知识分子想的多 又说哎呀 我答应你上北大 但而且呢 也有点小感情吧 最后你看最后 怎么发展成讹诈的 最后就是说 一来二去 北大也不让上了 小女孩都错过了高考了 然后呢 就是他也不断的给钱 小女孩也承认 总共给了大概两三万块钱 但是最后小女孩要个一笔过的了 说大学北大我不敢想了 给我30万 我要开店 而且说了 我有个遗族的男同胞一起来 猛男出来了 遗族同胞带着来 当然证明小女孩可能是 信口开河 遗族兄弟没来 但是他说 遗族兄弟带着猎枪来的 你想这能把一教授 我吓成什么样 他肯定 马上报警了 昼夜未眠 他才去报警 但从法律上来讲 只有最后这一步才是犯法的 所以啊 这讨念就讨厌 现在老百姓同情的地方 就是说 其实现在事情犯法 是这个女的犯法了 这个男的男的只是一个道德问题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因为弄不好 他真的有什么枪啊刀啊之类的话 他可能会伤害家人 碰到你的话你也不敢 对不对 我得说啊 这个北大教授 他做对了一件事 就是报案 其实碰到这种情况 是应该报警的 否则说实话 而且这小女孩也永无出头之日 如果他他想不到走这一点 他真是一个简单的淳朴的一个乡下姑娘 真是很可惜 你听你刚才这么叙说啊 聪明反备聪明物 这是一个本来可以演变成一个浪漫故事 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故事 哎呀算了 走向了这么一个 从头上就没什么浪漫 我能理解有种 我不是说他的事 我不了解啊 我能联想有心男人啊 是觉得自以为得计 你看有这么个女孩 村里的或者是什么 也年幼无知 完全听我控制 我这本老婆孩子安排的挺好 什么时候叫他来玩一趟 北戴河呀 南戴河呀 还度个假 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小日子不错呀 他哪想到后边的事陆续有来呀 是把自己做 维瑶瑶瑶瑶瑶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蹲看守所的可是这个小丽 对啊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的这个小女孩呢 对他虽然网民大量同情他 但是在法律上 他就犯了法了 而我始终觉得北大这么仓促的把他那个 就是解除他的职务就等于把他辞退了 我不知道他中间的理据是什么 因为他的作风不好 因为他不道德 就是我们开始说的这个 他利用他的职权啊 权力关系 等于迫使这个小女孩 但引诱这个小女孩 对 进入了这样一个关系 这要是照理性的讲 可以是这个理由 可是以我对中国人国情的了解 我觉得 但老百姓全能理解 对 影响不好 对 说不清楚 为了我们北大 对 为了北大的轻欲 对吧 而且你们刚才不是也说 说这个教授已经撤诉了吗 好像有这么一样的 他自己也知道 他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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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严重 是吧 对 就是这个小男人的心思 就刚才文涛已经分析了一遍 他真的是就是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坏 你知道吗 他就真坏到底 我就咬住不放 我就是没引诱你 一对一 你能说清楚吗 还有这个小女孩很善良 她就是到最后 她一直都是说 她是自愿的 等后来公安就问她吗 她说她有没有强迫啊 没错 她有没有利用什么 就总之 因为你知道她任何的 因为她已经在被指控了 对 她只要再加强这方面的指控 对她是有利的 对 可是她一直坚持说 她是自愿的 她还是怎么怎么怎么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 还是比较淡量的 还是比较淡量的 就人的这个悲哀 她她进到这种地方了 她就只能这样往下走了 而这个被淡 对教授也不能乱放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